各位早晨,今天是4月14日 繼CPI之後 昨晚美國出的PPI再次印證通脹降溫 美股三大指數全線做好 立市更加升近2% 我們一直都有分享看好的看法 無論是港股還是美股大市 繼續在通脹降溫 然後美聯儲加息的預期放緩下 相信今年港股和美股可以做好些 港股也是,昨天震一會後很快已經上班 今天也是跟隨我做好大約升近100點左右 相信大家都可以繼續等待